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今天和大家分享 随手行善十五种 小小善举,影响却可深远 何乐而不为呢 第一,督处朋友善待自己 可以将一包茶包或一小包预言放在信封里 附上纸条塞进朋友的提包 鼓励他给自己一段轻松的时光 这件善行会引发另一件善事 你的朋友现在会善待自己了 第二,称赞为人父母者 称赞他们把孩子照顾得真好 一般爸妈们可能很少听到这样的鼓励 保证对方会回你一抹羞懒但灿烂的笑容 有时候最简单的事情寓意却最深远 第三,主动帮忙拍照 每当看到有人要拍全家合照 就主动过去帮忙 好让所有人都能入境 这张照片说不定会成为那一年 他们家连结赫卡的封面 或者正常的留念 而且对方多半也会乐意帮你拍照作为回报 第四,要爱地球 要善待地球 例如刷牙师关掉水龙头 改收电子、账单 实施资源回收 换用节能灯泡 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 带环保袋去超市购物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得保持干净、好好保护 第五,送份披萨给远方的人 定一份摇烤披萨或你最喜欢的外卖点心 送给外父刚生孩子、家有伤势 或正经历重大人生事件的朋友 处于这些状况下的人 往往忙到没有时间好好吃饭 真心又美味的食物能让他们效逐颜开 留给下一位乘客 第六 想用简单的方式传递善意吗? 在巴士或火车上看完的书报杂志 可以留在以备置物袋里 让下一个上车的人免费阅读 要让别人心情大好 同时打发无聊的通勤时光 这方法再简单不过了 还有附加的好处是 看完的读物不必堆积在你自己的家哦 第七 记住对方的名字 花点时间去认识 经常帮助自己的人 例如警卫、门房、超市、结账员 打招呼时能喊出他们的名字 看似小事一件 却可凸显你多么珍惜这些为你服务的人 以及你和他们的交往 第八 大家一起吹泡泡 下次孩子 要你带他们去公园玩时 不妨多带几瓶泡泡水 和一些可水洗的户外用大粉笔 放在公园中央的位置 让其他孩子自行取用 孩子们会玩得很开心 而你则可以获得难得的休息和放松 公园里其他爸妈也会感谢你的友善之举 第九 打电话给父母和祖父母 你或许觉得日子过得很慢 但往往一晃眼几年就过去了 因此应该经常问候对自己最重要的人 相较于快速的简讯 拿起电话关心并聊一聊 更令人喜出望外 第十 捐赠婴儿衣物 小婴儿的衣服有时才过几个星期就穿不下了 可以送给其他新手爸妈 一件件诚挚的二手礼物会让他们心生感激 之后他们也能再转赠给别的新手爸妈 让善意在父母圈中不断传递 十一 移走马路上的石头纸箱 平日若见有石头在路中央或风大的日子 有纸箱纸袋等被吹到马路上 我们可以车子停下来 将这些可能造成行车危险的东西移走 即使许多眼睛看着你坐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 十二 为社区内的独居老人 生残人士等顺手倒垃圾 社区内难免有例如独居老人 生残人士等行动较不便的邻居 许多时候他们很需要协助 但是不好意思开口求助 我们的举手之劳 可以让他们生活更安全快心 十三 巴士地铁上换座位 在拥挤的巴士或地铁上 如果看到一家人上车后 寻找相互挨着的座位 可以主动让座 以方便他们大人和小孩 能够坐在一起 他们或许出于礼貌 不好意思求助 但多半不会谢绝你的好意相让 十四 相住下一位屋主 你要搬家了吗 可以将附近的店家 例如水电行的商号与电话 连同其他实用资讯写好 贴在储具上留给新屋主 刚半入的住户最没时间做的事 就是寻找信用可靠的修缮业者 你的清单能帮他们 省却很多麻烦和压力 十五 款待远方的朋友 得知居住异地的某个特定的人 要庆祝生日或升迁 不妨寄钱请他们喝咖啡或吃饭 这项小动作表达你发自 远方对友人的思念 今天文章就和您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欢迎订阅及分享 茉莉芬芳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鼓励 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